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谷指 各位好朋友们 所罗门再度亮出了第17根的涨停板 各位从第一根就进来的话 你从第一根就加入我鬼谷门 一直到现在那该有多好 各位波段已经上涨了226个百分点 1000万直接变成3260万 超级舒服的 而接棒的我的长线三雄 8089的康全店 今天即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度亮出了涨停板 而且已经要去挑战百元关卡 各位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你越早加入我鬼谷门的好朋友 你就越早能够跟上我的好股票 我们一起来获利 各位GPT是哦 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绝对会是未来 因为整体未来叫做机器人 机器人就分两个部分 各位两个部分 跟人类一样 第一个叫做什么 大脑 第二个叫做什么 他的身体 所以未来机器人的发展 你就去看 什么样的内容跟机器人的大脑会有关联 手啊 脚的那一部分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智能化 我们先不聊 我们先聊大脑的部分 在大脑这一块 它具备了什么 视觉啊 各位在大脑部分 它一定是 你的感官 才有办法 这个回馈到你的大脑 你的大脑做出了相对的晶片 AI方面的运算之后 在算力的这一块 然后才会又回馈给你的肢体动作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AI 那AI的这两个部分 台湾一定吃得到的 叫做大脑这一块 那大脑在视觉这部分 是谁能够吃得到 所罗门嘛 就是所罗门嘛 那在物联网的部分呢 你要从你的大脑 连接到你的视肢 这样机器人才有办法去做出 相对应的回馈嘛 你不能只有晶片 你不能只有算力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连接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物联网 就会跟着上来了 那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包括了这个GPT4O 它让你的语音 跟在机器人的回馈的方面 变得非常的更直接 也就是它不仅仅是 你问A 它在过去 Google什么 你去查任何的资料 A它会回答你B 然后你要自己去查 哇 出来这么多的资料 你要去看哪一条符合 你想要的 然后你再去做整合 可却的GPT 它出来之后 它帮你整合好了 可是它整合的内容 会跟你问的问题 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也就是你问题 如果没有问好的 它回答的 可能跟你想要的 不见得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 是欧出来了 各位你在跟它讲 笑话的时候 它也会笑 呵呵呵 你真幽默 然后你在生气 愤怒 沮丧的时候 它都会给你相对的 回应出来 怎么了 心情不好了吗 怎么了 是不是有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了吗 它都会给你相对的反应出来 各位 这个贴近于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周遭所遇见的人类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机器人 那在手跟脚的这一块 手跟脚这一块 各位 所罗门可以去做相对应的连结 跟正机 它有办法去做相对应的连结出来 那你就会知道 借由所罗门跟正机 未来的机器人 已经一步一步的跟上了我们的生活 未来的机器人 第一个它肯定很好用 第二个 它要出来的时间点 越来越高近了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各位 那就是一个庞大的商机在背后 这个相关的内容 我就已经说过 它讲话的 这个回答的速度跟内容 跟情绪的部分 它甚至于可以充当口译人员 然后跟你聊的就是 所罗门 玉金光跟正机 因为所罗门在做的叫做 视觉这一块 然后有光学跟物联网 那从光学的角度来看 冲上去我们不追 拉回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投以关爱的眼神 在操作的部分是这样 你知道它未来会好 但是冲高去追没有意义 拉回就有意义了 各位你在这边买这做玉金光 你在这边买也叫做玉金光 这两档的个股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你买在这里 跟这里对于你的操作 却是截然不同 冲高 我鬼谷子才懒得理他 但拉回 同一档的个股未来展望不变 这就是买进的时间点 各位我鬼谷子对于进场的点位 是很要求的 随后他就一路慢慢的 垫高当中了 那今天的玉金光呢 各位 他又再创了 收盘新高 随时准备要过高 因为他背后有着发展 在等着他 所以他本来就会过高的股票 再来有了光学 当玉金光走了第一棒 第二棒走谁 2374的佳能 他的营收的部分已经上来了 10月份的营收4.21亿元 年增35.62个百分点 受惠AI光学产品的出货增加 其中他就是要干嘛 跟机器人相关的 你没有用到机器人 他也用到其他跟AI智能程式相关的 拉起来平台突破第一根 不就是再度的发动点 5月13号跟你报告 5月14号 各位都还有一个拉回的动作 来给你做进场 5月15直接亮灯涨停板 到了5月16再往上亮灯涨停板 今天17号再往上创了 波段新高 但是今天的量能稍微比较大 所以你就不要去追了 但是如果你还持有的 你就可以续报 各位够简单吧 股票就是低档 你知道它的未来跟展望 然后你跟着我一同进去持有它 然后它上涨就赚钱了 好 除此之外我还跟你讲的叫做 跟物联网的解决方案有关系的 叫做6546的政绩 它的财报已经慢慢在转好了 它过往没有AI 可是它现在的物联网导入了AI 所以它营锁的部分 它有一个比较爆发性的成长 那也从原本的低档 一路带大家怎么样 做得上来 那今天的政绩的部分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 跟你报告市场个股 各位你随便买都可以 整个市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你来买 未来它上涨了 有发觉到我讲这么久了 你是我忠实的观众 你一定都知道 鬼股指没错 你在这个地方就一直跟我们讲 要买 我完全看不懂 为什么这档个股 完全不会动的股票 你要叫我们去持有它 现在我都知道了 因为它未来会上涨 它未来切入了AI 它现在就是AI 物联网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档股票 未来都还会再涨 各位它还没有走完 它只是稍微震荡而已 未来它势必会干嘛 会去过前高 它会去往前波的高点做挑战 你去想 它涨到了这个地方 各位这档个股 它只要没有爆大量之前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看慢慢电高了 已经快要到前高了 可是它还完全没有爆量 所以未来只要一个放量 它就过去了 它就过去了 来长线桑雄的部分 跟你聊了政绩 在意发的部分 这三档个股 是我的全国家族成员 一定都会持有的股票 在意发的部分 你看它的 从过去很差 变成很好 意发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横盘整理 从原本被分盘交易 到现在被解禁了 量能慢慢的出来了 但是你看 如果它会回的话 它早就下来了 可是它就在这里 横盘撑在这里 代表什么 未来只要一个放量 它就要去过高了 它现在就是为了 要供100块钱做准备 所以请持续投以 关爱的眼神吧 再来康权店 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它主要就是做 印度的网络这一块 全球的网络的普及率 大概是70个百分点 站在印度这个可爱的国家 只有12.5个百分点 各位未来发展中的国家 肯定就叫做印度 它要跟谁 它要跟中国大陆比 因为美国就是要扶持印度 它主要做的就是DPU DPU是什么 康权店 这是它的产品 这就是所谓的DPU 它可以借由这个内容 各位 你所有的在印度 你就不用设什么基地材 什么有的没的 你就把康权的产品 放在这里 你就可以发送到各个地方 所以在对印度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很快 而且很有效率的 这个网络的建设方式 那DPU翻成中文 就是光通讯的中级设备 那它可以减少在光纤的铺设量 跟维护的成本 也就是它的成本变低了 可是它的速度变坏了 可以降低在印度方面的建设 跟营运的成本 那除了这个内容 DPU 它除了在什么水里面 在地下道都可以用之外 它还要满足了防尘 防水跟防雷的 这些规格之外 那它本身没有办法供电 所以它必须怎么样 智慧型的反向的溃电系统 整合到G-Fest 这就是康权店的产品 用户端的设备里面 以解决DPU的远端供电问题 那也在日前的时候 它是干嘛 已经拿到了日本 在印度电信业者的订单 我讲错 在印度这一块 因为生产的代工厂商 初期需要建立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第一季还没有因此而获利 但是第二季 就会开始有大幅度的成长 你看从第四季 从四月份 第二季的第一个月 四月份 它就赚了3.47亿元 年成长是多少 497个百分点 所以第二季 我们估它有可能 第二季赚4到5块钱 4到5块钱 一季赚4到5块钱 全年的美股英语将会 随着印度这边的订单 而随随随随随随高 如果可以赚4到5块钱一季的话 它现在还不到100块 它是不是具备了爆发性的成长 你看 一路跟大家讲上来 这档个股几乎都还没动 然后呢 5月13 15都还没动 但是我跟你讲 它过去不好 但是未来 有着转变 16号就涨停板了 慢慢的垫高 今天17号 盘中再度亮灯 涨停板 今天的最高点 来 今天的最高点 刚好就是碰到100块钱 各位它今天创了新高 代表你在过往这个时间点 任何一天买的 全部都赚钱 全部都赚钱 那它现在碰到了100块钱 它势必要干嘛 要震荡 各位都还没走完 它只是拉回 碰到了关键的价格 要去冲关了 本来就会拉回 但是拉回之后 还要再买 还要再买 所以你看 这就是你们可以再度 上车的机会点 你看它今年能够赚多少钱就好 来看看吧 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 全国所有家族成员 手中持股8089康权店 差一点就要亮灯涨停板 那时候还没涨停 随后它碰到涨停板 我们一张都不卖 从买进之后到现在 一张都不卖 因为我们要大赚到最后 看着股价越飙越高 太棒了 各位就是这样在做股票 你知道它未来会很好 你就要赚到宝 跟所罗门一样 跟长龙一样 各位长龙在拉回 是不是一堆人跟你讲要卖 所罗门在震荡的时候 包括昨天 是不是一堆人跟你讲要卖 但是只有我鬼姑子 一直跟你讲 还没走完 一切都只是刚开始 所罗门今天立刻又不要到涨停板 那一些说要卖的人 又跑出来了 说他有所罗门了 各位那都是 看着我鬼姑子的 车尾登在做股票的 我一切不管是震荡 我叫你报就是报 我的家族成员到现在都还持有所罗门 还没卖 还没卖 一个波段下来 那才叫做大赚 跟我的康权店一样 不该卖就别卖 拉回还要再买 一档对的个股 我鬼姑子就要带你 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给我一档对的股票 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来吧 标股超能力 这个专案就送给你的 想要跟上我的好朋友们 欢迎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加一块钱 直接让你多一记 然后再让你大理二选一 看你是要免费升级 还是要加码 送你58888块钱的 我的独家索马银 这两个你选一个 加一块钱再送一记 够干脆 门槛也够低 所以想跟上我的好朋友们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未来还会有新的股票 而且重点是除了有对的股票之外 你要能够分辨得出 这个股票是对的还是错的 最好的判断是什么 这个人他有没有从他还没有上涨 之前就跟你分享这些股票 这些人有没有从这党个股 回党震荡的时候 照样跟你追踪这些股票 这些人有没有在他 可能在回党 在下沙的过程当中 照样在节目公开跟你讲 他还是看好这些股票 都是我 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来 导播 进广告 今天的盘面很好玩 有很多的股票慢慢的动了起来 譬如像是散热 今天3324的双红 又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那3017的齐鸿 势必也会跟上 你去想哦 散热如果要回党的话 基本上他早就应该要拉回了 他不会在高空盘旋这么久 在这里盘旋那么久 代表着拉回就有人在买 那有人在买 势必他觉得未来的目标价 会高过于现在的价格 所以 双红跟齐鸿 请你持续投以观赖的眼神 那如果散热还有机会 3338的泰塑 就请你持续留意的 那今天的盘面有一些股票 也都慢慢在动起来 譬如像是经历科 这些低档的股票 各位 你在操作的部分会不会比较心安的 包括像3055的魏华科 以及1795的美食的部分 都还在相对低档 还有重达 这些股票也都还在相对低档 跟国硕的部分 这些股票都只是刚开始 请大家持续的做注意 那航运的股票 各位长龙 稍微整理了 但是你看 获利跟成本都已经被拉开了 各位长龙根本没有走完 各位你要注意长龙没有走完 今天的 阳明被分盘交易了 很多人又跟你讲说 要赶快卖了 对不对 但是我鬼谷值的操作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一档个股 根本就没走完 既然没走完 为什么要卖 没走完就不用卖 而拉回了 拉回了 你买不够了 你是不是还可以再加码 各位阳明拉回 是给你加码用的 而不是让你在那边 短进跟短出用的 一档个股 你要敢买 敢爆 你未来一个大波段 那才会是你的 不然很多股票 你卖掉了 根本就买不回来 根本就买不回来 差别在于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那个心 你有没有那个胆量 去赚一波大的 如果你想赚大的 你再来找我 如果你是什么 今天买明天又要卖 涨个三个百分点 就觉得阳明他不行了 赶快要跑了 你是这么紧张在做股票的 那你去找别人 我希望是频率对的人 我希望你是够好卖 够大胆 真心想要赚大钱的人 你来找我 我这里有方法 而且我的做法就是 一档对了股票 别人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涨一点 跟跌一点他都想卖 但是我这里都知道 所以跌呢 我还要再买 所以阳明 各位拉回是机会 包括了像2615的万孩 拉回都是机会 现在这两档被分盘交易 量能说很正常 但整理完之后 各位都还有得完 就好像这些 重点相关的股票 我卖掉之后拉回 我还没买 但是这些个股 未来他势必会 出现买点 这四档个股 如果你想操作重点的朋友 欢迎你来找我 那除此之外 航空的股票 华航今天又创新高了 这一切我都讲在前面 包括了像长龙航 状况也是蛮不错的 那嘉宁这种底部 刚开始也是光学的股票 上个阶段忘了跟你说的 也在这个阶段 好好的跟你说 来 重点来了 索罗门 他又跑出来了 来 机器人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未来会有10亿台 那如果你有加入我 Lite8 小老鼠GO888的 我就会提前跟你说 那你自然就可以提早做布局 这些相关的内容我都说过了 索罗门他是在做什么的 主要就是3D视觉的部分 那索罗门他其实已经深耕 这个相关的视觉已经非常的久 至少有7年的 耕耘已经7年的 那我跟你讲新的东西 这个就是索罗门在做的 Soloman就是索罗门 就是他的这个显示器的部分 然后他可以去扫描 再传送到索罗门的大脑 再传送到他的电脑 然后才传送到机台上面 那机台做了什么事情 又会再传送回去 然后再回到大脑 经过的计算之后再到电脑 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看的东西 索罗门的智慧取放系统 是融合了3D机器的视觉 跟深度学习的创新取样的技术 让机器人具有像人类的视觉 还有跟大脑一样的思考能力 所以回答会跟他配合 是有原因的 使机器人能够做 他之前不可能或很难做到的任务 现在机器人都能够做得到 因为索罗门进来了 那索罗门在配上回答的话 机器人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它可以依据客户的需求 譬如每个工厂 每个暗厂的夹取的速度 干嘛诸如此类 你想要什么 索罗门都可以帮你做一个整合 那也成功研发了AI的 这个辨识的演算法 让机器人具有人类般的辨识能力 就是在视觉感应的这一块 而且它能够学 我之前就一直跟你说 机器人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快速的训练 跟自我学习的部分 可以精准的判断 并且将物件给分类 这就是我们要的机器人 这个东西就需要索罗门 所以索罗门的技术走在这么前面 各位它从七年前就开始进场做布局了 所以七年前就开始进场做布局 它不是今年才开始动 它在七年前就已经开始做 所以这样的一档个股 你能不能够早就知道它准备要开始上涨 当然可以啊 因为这一切就摆在那边嘛 各位去年叫做索罗门 今年也叫做索罗门 所以它会一路往上狂飙嘛 来直接看 不然你看 一路往上狂飙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在之前没有动就有人买 肯定有原因嘛 所以它才会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涨顶板 那索罗门第二 你跟不跟 想要跟的 欢迎你利用专案 标股超能力的专案 加一元就多一剂 加一块钱就直接送你多一剂 欢迎你的跟上 门票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未来的股票 你要能够做得到 一起加油 有需要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半君行万里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